果汁加上醋 搅拌过后变成可口的果冻 这是王问佳与创业伙伴发挥创意 经过研发与市场调查 创造出来的新产品 而正在努力卖冰的蔡宗轩 有帮家里做生意的经验 现在她把宜兵引进校园 成为第一名的人气商品 因为现在夏天 然后我们刚好 我自己也有在外面做成一队 就真的有在外面创业 然后刚好有冰淇淋上 然后现在刚好正红夏天 天气正热 然后就把这个冰引进学校来买 当初就是因为醋对身体很好 然后市面上没有触动这种 一方面是因为学校的比赛 一方面我们也想要增加 我们对于创业这方面的知识 还有经验 王文佳跟蔡宗轩的创业计划 是南台科技大学结合校园创业培训课程 让学生在求学期间就开始创业 从成本规划商品经营 到行销策略一手包办 学到了难得的宝贵经验 因为现在大学生毕业 然后大概 因为大概八成都会没有工作 然后我想说不如利用还在学这段时间 先给自己找一条路 我觉得有冲进是很好 但是你要去考虑说 你这样东西有没有可行性 不要说鼓脑这样下去冲 毕竟我们学生资金也没有那么多 不仅契予高失业率的时代来临 这群大学生积极面对 在校时就做好准备 才能让自己赢在起跑点